公公不是来了吗 然后让他我爸爸就是把他带走去学习了 因为在这里他不学习的 我让他学他不学的 然后我爸爸妈妈让他学他也不学的 然后只有让他的爸爸妈妈去带他去学习了 10月5日有媒体爆料称大一个儿子周小伟 与儿媳陈亚南已经离婚引起网友热议 随着舆论愈言愈烈 陈亚南在直播中回应两人感情确实出现问题 现在处于分居状态 陈亚南还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向大一个夫妇要过一分钱 朱小伟整日游手好闲 两人的开销都是靠自己开直播挣的钱 公公大一个已经把儿子接回家 其实自己婚后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 朱家也没有给百万彩礼而是十几万 很多网友认为这个理由很牵强 毕竟有了大一个儿媳的身份 网友们才会在直播间里买账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两人共同进步 才是维持婚姻的基础 陈亚南一直努力支撑自己的事业 朱小伟却沿地踏步 难免差距过大产生矛盾 我从结婚到现在 我没有给他爸妈要过一分钱 我都是靠我自己双手挣的钱 然后我们两个生活 所有的开销都是我们开直播 或者是干什么别的我们挣的钱 我们没给他爸妈要过一分钱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